稍等一下啊 嗯 大家是能看到那个屏幕了哈 ok 哈喽大家好 我叫clover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 我是 我现在在温哥华 然后因为我现在饭团外卖 是饭团外卖的品牌和营销总监 那我们其实今天想说 哦 我这边跟那个我们跑团去沟通 说我们今天讲什么 我说那不然就讲一讲 就是华人怎么在海外创业 因为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就是一个 其实也是一个 呃 华人创业的一个公司 所以就借这个的话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聊一聊 嗯 我的一个背景呢 也跟大家去 先先说一下我 我是做什么的吧 我其实是2020年来北美的一个新的移民 我在之前呢 其实在国内大厂做了八年的marketing啊 然后互联网的一个运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经验 然后我们其实呃 我感觉我是搭载了可能国内互联网比较 而且是移动互联网可能发展的比较迅猛的 在风口上的十年 在国内的十年 然后过来来了这之后呢 其实没多久我就哦 入入职了饭团 然后在饭团外卖这块的话 其实跟我们国内互联网的整体的 他的风呃也是比较像的 然后这一块的话 其实我我我觉得我说说创业 因为我虽然自己没有创过业 但我来到这个创业型的公司的话 其实还是感受到很多 就是我们华人在北美 或者说我们整个海外市场 去做创业的这种其实的不容易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呢 又能享受到就是我们华人 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企业 然后我们给华人去提供 这样一些生活的服务 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 很自豪的一个事情 然后今天的话呢就是 然后我再说一说我们饭团 大体的一个创业这块吧 就是我们其实饭团的话 它是14年成立的 我们整体的公司的背景 就是说我们的愿景 是希望给华人去提供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 这样多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其实14年去成立的 我们整体的这个公司 然后在我们是在温哥华起家的嘛 14年其实我们的合伙人 他是一个创业型的人 所以我我其实以我们创始人 怎么去创立这个企业来说一下 契合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的主题 就是14年的时候 我们创始人Randy 他呢是SFU的一个学生 然后当时其实他会找到 就是会发现说 哎我们其实在海外的话 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其实给到就是 大家一个用餐的这么一个环境 因为在以前的话 互联网上的话 很多都是copy to China 就是华人创业都是从海外 或者北美这些的一些公司的模式 去move就是copy to China 但是其实这几年之后 我来了之后 我深刻感觉到说 整个互联网的他的一些模式 其实很多创业型的公司 已经是从copy from China 把国内的一些比较承受的模式 去搬搬到这边北美来 去做一些localization 然后去做一些落地的一些尝试 然后其实外卖的话 在美国北美其实都不少见啊 以前最常见的模式是说 由餐厅啊餐馆的店主 他承包一些配送 然后但是很多小型商户 其实不太具备那个配送的能力 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上的话 他其实整个外卖 他的扩张能力相对还是有限的 然后我们像我们其实在国内的话 他美团和饿了吗 他其实采取是外卖和配送 就是双轮驱动的这种模式 然后其实这一块的话 跟美国的那个 这一块的一些东西 去带来灵感 包括Uber East 多大是这类比较新兴的 然后在北美比较大的一个外卖平台 其实慢慢就开始建立了 自己的一些配送体系 也就是说以前 其实我们的外卖行业的话 餐厅是说我上载到这儿 但是我的配送是自配送 但是国内那套过来之后 会发现其实你平台最大的价值 是连接商 就是我给到更多的 我提供平台嘛 那我给到更多的商家 一个平台去 有更多的用户去知道 那同时我们其实也给商家 去提供这样的服务 我们一方面去连接用户 一方面去给商家 去提供这种一体化的服务 我们有骑手 我们有用户 这样的话给餐厅 其实带来带来的是说 更多的一些流量和更多的收入 这是在国内这个模式 然后move过来 copy from过来之后 把一些平台做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扩张和一个发展 然后很多资本市场 也比较看好这种模式 这是整个 其实之前的 所以14年我们成立之初的时候 我们其实 也是 我们做的模式 不是说针对全部 我们一开始就想说 我们先给华人去提供这个 这个服务 因为在最开始我们创始人 其实在调研的时候会发现 在外卖平台里边 中餐其实是比较受欢迎的 但是呢 我们因为很多中餐 他的英文也好 然后包括很多中餐 可能都是比较 比较老的移民 或者比较传统的 然后那这些 他们其实对新型平台 接受程度和英文能力 都相对是有欠缺的 但是这些中餐厅 然后他的一些菜品 又是其实华人也好 很多用户又是喜欢的 所以我们去一开始是切的 这个中餐的这一个 niche market 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所以 在在这一块的话 就是先切了 niche market 我们从我们文华 这边的一个 food court去做起 然后大家非常喜欢 那些中餐 然后而且我们的创业 最开始非常非常小的团队 然后都是我们CEO老板 自己去就两三个人 自己去谈商家 然后自己去从微信里边 因为你们可以搜我们的大温饭团 现在是整个温哥华里边 可能整个用户体量 都是在前三的一个公众号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最开始的话 其实公众号确实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在海外的一个流量的池子 然后我们其实 最开始都是用微信 基于微信群 然后你去直接 我就通过微信联系 你来微信来点单 我去帮你去做 一个非常原始和传统的模式 但是这样恰恰是 整个在北美里边 没有给任何华人提供 这样服务的一个切入口 然后我们一家一家 去把这个拓起来之后 然后我们主要服务 其实一些留学生 然后一些本地的移民 然后在这些情况下 我们慢慢的去把用户去 用户去那个信耐度啊 然后他们长期去用我们 因为我们会越来越多的餐厅 然后我们有更好的服务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也是独一份 也没有这样提供 这样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不断的去把我们的餐厅去扩道 然后餐厅有更多的 它不单单是只是来堂食的 然后还有更多的是 我们多给用户也提供了更多 我们也不用去跑了 因为北美 它其实很多地方也很远的 它的餐厅和住宅区 其实有些很多地方是很远的 所以它需要这样的一些的服务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 快速快速的去拓张 然后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其实目前饭团到现在 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 就是这一块 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 14年我们开始成立的 然后我们16年 两年之后就开始去拓别的一些城市了 我们走到了 除了温哥海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城市 包括多恩多 然后我们最开始在加拿大里边 现在是20个城市 基本上就是把我们所有大的城市都都在 就是大家知道的城市都有 然后17年的话 其实我们就上线的字体 因为字体的话 其实也有很多用户有这个场景 所以我们从线上的话 还是提供了一些字体的一些服务给到用户 18年的话 我们其实除了外卖的话 我们还有点评的业务 点评这一块的话 就是其实跟国内美团的模式有点像 然后但是呢 美团的话 它是有点评和大 有大众点评有美团 然后两家做大了之后 我们合在一起 但是我们公司就是自己说 OK我们现在海外 其实大家可能会用叶皮啊 会用那个Tribal Advisor 但是呢 其实没有一个华人的提供一些 他我想来了之后 不说是旅行 还是过来吃喝玩乐 还是说我长期在这生活 我可能都想知道说 我今天可以去哪里吃 然后同时吃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给他提供一些 可以更便宜的团购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就是一个 我把他的生活 吃喝玩乐都去cover掉了 所以18年的时候 我们点评就上线了 然后也在同年呢 我们完成了首轮的一个融资 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大力的要去 决定往美国去走 所以19年的时候 我们正式进去了 美国的一个市场 然后19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进去的时候 不只是我们一家外卖 虽然温哥华 我们是当时是第一家起的 但等我们19年去美国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了别的一些 华人的一些品牌 然后已经在那了 但是我们19年去了之后 快速的把整个美国的市场 就跑下来 20年我们就在整体 美国20多个城市 就北美当时我们就已经有了 40个城市的一个覆盖度 一年的时间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们又A轮又做了一个融资 所以21年的时候 我们在北美的整个版图 在整个华人平台 都是Top1 就是已经市占达到了 在华人这个品类里边 市占第一的一个方向 所以21年 我们21年初完成了B轮 21年12月份完成了C轮 就是12月份的时候完成了C轮 所以整个我们融资在这一条线 其实今年已经拿到C轮的融资 然后21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开始把布 从我们的Niche Market 往主流市场去走了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发展链路 然后我不知道 其实因为我们在英国嘛 所以其实也想跟英国跑团 大家的去分享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三月份 我们今年其实饭团除了 立足于北美 但是其实今年三月份开始 我们就已经开了澳洲 然后澳洲的墨尔本 悉尼现在已经开盆啊 所以我们快速的 在这两个月时间之内 开了三个城市 而且这三个城市就是 我们整个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就是你现在可能去去澳洲的话 大家都应该也没有 没有人不知道饭团外卖 然后我们所以紧接着的话 我们五月一号 就是四月份就开始 往这边去做做英国的市场 五月一号正式开始来到了英国 然后伦敦我们先守战是在伦敦 所以先把伦敦在啊 但我们现在的业务其实 而没有做很大 因为我们其实核心还是希望 先把一块做扎实的 所以我们先focus在 Chinatown那一块 一向线的话 我们做了很多一些活动 所以快速的也 也获取了很多的用户 也打开了一些品牌的知名度 所以之后我们在英国的市场 也会快速的去做到 更多的一些城市 覆盖更远的距离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饭团 一个发展的一个roll map 然后所以说回 创业这个事情啊 就是我们其实之前说到 中国模式搬到北美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今年的话 其实我能看到 比如说很多国内的一些大厂 他们把一些很多的重心 其实往国外都有 有了一定程度的一些转移 和战略上的一些布局 在海外这一块的话 其实对于华人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 利好的一个消息 那我没有更多的资本进来 我没有更多的业务形态进来 然后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华人来说 在海外的话也有更好 就是更便利的一个生活嘛 这个所以饭团 我们其实今年 除了这一块的话 所以今年的话 我们还上线了一些 生鲜的业务 就是在我们刚刚开始 在温哥华去做一个试点 做就是最后一公里的 一个生鲜的业务 现在很多生鲜的话 可能有一些是能够做到次的 有些呢是当日的 但它整个时间成本相对 还是比较高 所以我们其实最后一公里的概念 如果想快速送达的话 可能我们会做自建舱 所以现在这个业务也是在跑 这样的话 我们一直智力在想 我们在拓我们的业务场景的时候 都是考虑的唯一的元素 都是说我们的用户需要什么 我怎么样给他生活提供便利 让他说我一个只要用饭团 我都可以满足 甚至我们现在其实包括 跑送啊 你要取送件啊 你要帮我买啊 其实在饭团上一件都可以做到 这就是我们自己自由的 就是外卖和我们的送菜员 这个体系 自由的这个体系搭起来之后呢 不好意思啊 就是自由的体系 其实搭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拖很多的 不同的业务场景 然后在我们比较底层的 这个业务线里边呢 都可以把这些业务旁边去跑通 给给大家去提供更多的 更多的这些服务场景 这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之旅比较想去 想去做的事情 然后在英国这一块的话 我们五月份其实也是比较新 所以其实今天英伦跑团 其实之前上周我们聊的时候 我还挺开心的说 跑团这个负责人也注意到了我们翻团 然后想说一起来分享聊一聊 然后我就说也要很开心 然后能够有这一次跟大家交流的机会 然后也想给跑团的朋友们到时候也会提供一些福利 然后给到大家就是可以去尝试用一下 我不知道现场的就是在zoom会议的人 有没有就是用过我们饭团的人 等一下再自由提问 你先说 我们对就是其实我今天其实主要还是想跟他说 就是说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发展和华人创业这一块的 其实你像外卖行业这两年确实搭载了那个 疫情的一个风口 然后有更多人没法出去 那包括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需要就是隔离嘛 所以隔离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出去 什么都也没有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其实刚开始接触饭团 就是我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啊 我来了之后其实我我在国内生活比较久 然后来了之后其实也不是很了解 那我通过一些社群的资源 大家说哎你隔离的话你可以用用一些什么样的软件 是对你生活是比较帮助的 然后我就开始用饭团 然后很惊喜的点就是在于 呃因为你刚来到这儿 你没有你要想说你可能要适应新的东西 但没想到说你你来了之后有一个 有一个软件好像给你国内的是非常非常就是 你非常有亲切感哎我就可以用这个 然后还有很多券 然后我用的时候 然后发现送过来的也是一些华人 然后我他会有一个我自己感觉是让我觉得哎 在这边好像有一种莫名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这是我当时对我们公司其实的第一个印象 然后后来所以我其实也没有想到说哎我还我 我还能够来到这个公司也是因为其实之前我对 他的整个服务体系我觉得还是比较呃是比较有认可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公司哎想去看看说哦 这个华人公司在这边是怎么去做的也想去看一看 所以这其实是我当时去呃用了饭团的一个契机 然后也寄人巧合然后有有幸能够进到这个公司 然后来做他的一些品牌和营销的这些东西 我感觉这是我们我们公司最核心的理念就是用户体验第一 就是一定是一切都是以用户的体验为主 所以我们我们其实对于每一个用户的反馈 每一个真实的声音我们都非常非常认真的去呃去回复 我们都很在意然后每一个信息收集前我们都会有自审 是由哪里环节出现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可以改进的空间 这些是我们整体在内部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则 那我们我们老板其实像randy他其实觉得我嗯 他在创业的时候所有都亲力亲为 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比如华人的身份 他为什么选择做niche market 没想说ok其实在海外的话 maybe做主流市场可能他的市场空间会更大 因为人口基数更大 但是他会觉得自己华人的一个身份 其实与中国店家他的沟通过程是一个优势 我我们我们是除了给到用户的体验之外 他一心要说我要怎么样给中国的餐厅的老板 这些这些去提供一些平台 让他们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和渠道 可以有更多的用户去知道他们 而特别是疫情的时候 其实很多餐厅 嗯 其实整个餐餐厅整个餐饮行业 在疫情这两年其实不是特别的乐观 然后我们其实在这一块的话也帮助到了很多餐厅 去做很多其他的一些隐蔽模式 很多餐厅直接都关了没有堂食 我直接就做外卖 在外卖这一块就可以让很多餐厅存活下来 所以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campaign 叫our food our people 就是我们是美好的一个时光 美好生活计划 就是我们采访了很多本地的一些中小企业的一些餐厅 一些华人的餐厅 然后去把他们也po出来 然后通过我们的平台去给他们做一些发声 然后因为这些也很愿意参加 他也说OK在确实是在疫情的时候 饭团其实给了他们很多能够去继续 把他们的business就是continue下去的一个机会 在这块我们就是也很愿意变成我们community中间的这么一个纽带 这是大概是这一块 我大概其实想分享的就是这些 我不知道那个我们以前 因为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做这种 跟议论跑谈那些做这些分享 就是大概咱们的这块模式之后的话 大家可以有什么你可以跟我说一下 或者大家有什么方面的 或者还想了解的 那你停止一下共享 那我们先聊聊 外卖 外卖现在那个 我问一个尖锐的问题 外卖很多那个现在口碑都不怎么好 不管是什么公司 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 外卖行业口碑不好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 你要看是口碑不好是在哪些方面啊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 有一些 有些问奇怪的就是有一些拥有的投诉 或者我们包括我们在小屋上也会去看一些 一些舆论 有些时候其实很多问题我们会发现发生在 送餐员 这是一大类 就是因为送餐员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不是在海外这边的话 送餐员都是自雇 他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公司员工 那我们会给他的规范 我们希望他做的事情 但是呢 在送餐员这一块有些 其实包括不管是海外的行业 还是国内其实送餐员这一块都会有一些 跟跟用户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 那可能是用户的期望是在那 那那可能是送餐没有达到 或者说有些送餐员他的一些方式 处理方式是用户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这些对于送餐员的这块一定会转嫁给公司 那这一块的话 我们很多东西是只能是尽量去给他们去做宣导 然后去尽可能去规范 但就像但这种概率型的问题 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在任何一个公司都没有办法避免 任一个行业你在国内就算美团那么大 依然会有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的话 很多会出现在就是餐厅 比如餐厅会有漏餐啊 撒餐 我们当然会出现一些 出一些规则是希望送餐厅去去做到 但是有些撒这种 其实比如开车 我们已经我们的保温箱 已经有各个格子 就是希望是能做到更好 但是这个事情 这很多概率型的事情 你会发现OK口碑是这样 但这些问题我们只能去做到更好 然后发现问题去及时解决问题 去更多的梳理一些规范 然后但是你要说完全百分百的去的 规避这些问题零发生 我相信任何一个没做不到 多大学乌波依然是这样 就是每一个平台 它其实都会有 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尽量的去做得更好 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准则 外卖员是可以签多家公司吗 外卖员 外卖是一个比较 就是外卖员 它就是一个自己比较 比较自由的一个职业 它不像就是国内美团的话分两种 一个是专送专送司机 一个是一个是专送 一个是就是外包 外包的话就是 它是这样的模式 专送的话 它其实是属于美团的员工 但在北美这个这个行业 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 它就是所有的司机 它都是自雇 所以我们相当于是一个partnership 合作的关系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说就是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说 OK我去限定出你的 个人的一些行为 但是虽然这些行为会转嫁给公司 但在这块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就是合作的关系 我只能说如果这个人出现了 对于我们公司非常非常不利的 这种情况 那这个人可能跟我们公司不符合 那我们可以说OK 我们不需要你这样的司机 你可以去别的平台 那司机是可以在多个平台 去自由选择的 但如果能够让 让送餐元器留在就是 某一个平台 那一定是说这个平台给到他的一些福利 或者说他在这平台是能够享受到更高的利益 或者说他对这个平台是有一个信任感的 就是我们饭团其实有很多司机都是老员工 甚至跟了我们四五年 而且以前很多一批老司机 已经变成了饭团正式的员工去做一些业务啊什么的 因为我是觉得我们去了解市场的时候也去跑过Uber 多的是这些主流的一些平台 他们就是说你真的就上架你就赚钱就走 但是呢饭团这一块的话 它更有一个community的概念 我们发现司机会自己私下他们 哎跑着跑着 因为我们会穿马甲 然后所以大家就跟感觉认认亲一样 就是看着比如我在这取个餐说 哎你今天你你是哪个号的 你是谁号 你你送哪个 大家会交流 然后就会形成一个community 大家甚至还会去吃饭啊 然后会去聊啊什么的 我们其实在最终开始饭团为什么成功 就说回来 就这会之前我没有提到 就是饭团为什么会成功 之前我们其实CEO每个月都会把司机邀请起来 一起聚餐吃饭 听听他们的一些感受 然后请他们吃饭 所以就是会变成一个 他们会有那种自豪感 就是他是跟饭团 其实紧密是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我们是合作关系 但是这种合作关系是非常有信任基础的 而且我们就是有很多司机都是 真的跟了很多年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可能 每个平台 也跟他的一个风格和他的企业文化 和他跟司机的一种 绑定联系是 是强强绑定在一起的 这就是说你可以有 你可以各个选择 你可以同时 但你选择更多的在哪个平台 或者我选择在哪个平台 这个的话 其实跟企业的文化和你对司机的那种的关怀 其实是不可分分割的 所以一个外卖人可以同时接几个单 就是看他的自由度 如果他可以的话 他能够接得过来的话 但大部分不会那么做 因为如果他在一个平台上就能跑过 你已经能够接受 能够达到他想要的 而且如果单子如果是一个接一个的话 他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去同时接好这个平台的 这是不是 是会导致说 他送单慢的原因 因为他同时接几个家的单 他现在先送到别的家 然后再送这一家 所以很慢 不太会 我其实觉得大部分的送餐员 他其实都是会 他们自己其实是大部分送餐员都是很有责任心的 他们会看着自己快到了时间 因为我们都会有 比较就是取餐时间和出餐时间 他都是有明确的能写上 大家都能看到的 所以他们自己会去 给盘说 我都要在那个送到的时间去达到 因为各个平台 我相信都是有一个 按时送到的一些激励啊 一些政策这些 是希望送餐员去按时送达的 而且大部分其实做这个 行业的人 其实大部分责任心都是比较够的 所以这一块其实如果不是 比如说有些塞车 或者是很多其实中餐 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中餐厅他出餐 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慢的 因为炒菜 他跟细餐不一样 你去比如说你去拿个汉堡 麦当劳啊这些 其实很快的你去了就能拿 但中餐当他餐艺多的时候 其实他本来就是 他这个菜品品类的模式就注定了 其实他出就是需要的时间 是比正常的快餐相慢的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其实就是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 再加上有些塞车 或者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 大家都是就是 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 但是大家都是在尽量 怎么在规则里边去 比如说我们去做更多的自动化 我们怎么去更好的 优化我们的路线 更好的去 把我们的出餐和送餐的路线 时间去规划好 让司机去更好的去规划他们路线 不让每个司机有那么多单同时在 这样能保证餐的快速的能够送到到用户的手里 这些都是我们每天其实最重要的吧 我们工作中心都是在这些 怎么样让用户能快速取到餐 因为不管我们前面做什么 但是只要就是最后用户的体验都是说 我下单之后你多久能够送到 这个可能都是这些 所以我们一直最后 我相信所有外卖公司都会讲 而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视说我们用户怎么样到到达 就是送到他用户体验这一块 是真的很重要的 不然你前面其实做了很多 但到那一块你没有送到 只是体验都不会很好 这个问题有点尖锐 策略为什么选伦敦不在英国其他城市 伦敦其实竞争挺激烈的 伦敦竞争激烈 但是其实我们去任何一个 开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太 我们都还是先选核心城市先去做 因为我们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就是先从大的城市 然后我们再去再去拓其他的城市 就是我们在澳洲的话 也是先就是墨尔本和悉尼两个同时开 就做两个最核心的城市 然后去做 因为大城市的话竞争激烈 那同时其实他市场 市场也大 对吧 市场大 然后我们华人体量也多 所以其实我们对我们整个的运营体系 和我们的这些和服务都是有信心的 所以我们都是先挑着 重点城市先开 那可能未来我们慢慢就很快 就会往其他的欧洲的城市去走了 你们跟那个商家那个打着很多 是你们给的补贴吗 这个属于商业秘密 这个就没有办法想 还有一种模式 你说 有一种 那种有些类似一种其他的模式 是类似一种 就帮客户做 帮商家做那个他们那个 小程序 但是放在同一个平台上面 就是阴窝窝这模式 你这么看 给商家做小程序放在 就是一个平台 然后商家自己管理客户 属于SARS系统是吗 那这个业务属于SARS系统的体系 就是据我了解 北美JW也有很多 就是很多相对提供SARS系统 给餐饮啊 提供一些解决方案的一些平台 技术平台 给到用户 customer你可以管理用户 然后也可以给到 比如发一些gift card 然后也可以给到一些 什么样的福利 反正这些技术 其实给到商小商品商家 我觉得这跟饭团的业务模式 不太相关啊 但可能都是餐饮 整个业务线条里边的 但这个的话 我觉得是 其实这些公司很多 所以我觉得需求 市场潜力是再大的 是有的 因为你随着你的餐厅 你优良起来 当你要做到一些用户的 loyalty program 或者说你想维护一些用户 或者你想看一看 就有更数据化的分析 或者有一些 比如system的这些东西 去让你更好的去 organize你的餐厅啊 这些运营operation的事 你需要这些工具 但是呢 如果你有一个第三方平台 你其实它开发出来之后 它API接口一出来 其实是可以非常 就是它可能可以低成本的 高效的提供这些餐厅服务 我自己去找这种开发 我成本肯定是居高的 但我只是接这些口的话 其实是便宜的 那对于这个 做这个技术的 那我提供给 给那么多 更多的客户 那我整个成本就低下来了 然后我有这些数据 然后我可能还有更多的变现模式 所以我觉得是有这个市场 市场在 有这个需求在的 所以一种是商家自己管理客户 另外一种是这种 在你平台上拿客户 对 就是我觉得餐厅是分几种吧 就是我觉得餐厅它的营收来源 主要是唐食和线上嘛 对吧 然后其实据我了解 英国的它整个互联网的程度 其实比北美这边要超前的 要提前很多 然后那餐厅的话 其实慢慢特别经过这疫情之后 海外的这些餐厅 它的一个营收模式 一定是比如说之前 我们唐食可能是 80%到可能20%在外卖 但慢慢的经过这两年 一定是它是有一个 比例的一个改变的 可能比如说60是唐食 40是外卖 而这个40可能到 慢慢后疫情时代 它的外卖体量 不是说在我原有的 这个饼池子里边去切 而是做一个增量的这个概念 所以在越来越之后的话 餐厅一定会越来越重视 外卖这块 我怎么样在我的外卖平台里边 去做更好的运营 我怎么去运用这些平台的流量规则 去让我在这个平台的流量里边 去吸引更多 那这样的话对我整个都是一个增持 而不是说切我现有的 线下的这个的蛋糕 这个是 也是我之前提到Copy from China 就是国内现在任何一个餐厅 最小的最小的一个 最小的一个就是国内的话 其实所有的餐厅只要开了 它都会去做这么一个 都会去上外卖平台 因为它可能而且你通过新店的一些保护机制啊什么的 可能慢慢的会比你堂食 会让更多人知道你 甚至从外卖上还会导到一些流量到线下去做 所以其实这个慢慢的 我相信其实海外的话 其实对外卖这块都会更多更多的去 会更重视 就是以前我们我感觉到现在比如有些参加说 OK你帮我运营就好了 但是真的慢慢的会有更多更多的商家说 哎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来做运营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marketing program 或者说哎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可以去联合做一些推广 那我从外卖里边去做一些 我愿意做一些投入 然后从外卖里边去签一些流量到我自己店里 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餐厅他的一些思路的转变 因为确实他能看到 从外卖这边给他带来了一个收入 那个然后我再更新一下数据 刚刚我的那个数据 我看到有人提问啊 我刚刚说的那个数据的话 其实不是不是说是一个数据 我只是说一个比例啊 就是我说打个比方 但实际来说整个北美外卖外卖人口 其实外卖切的话是18%左右的一个数据 嗯 嗯 嗯 那个 你怎么看待 这个UberE还有这 Dirible 因为他们是做 整个的市场 不只是中文市场 然后中国人的市场 又有这么多 外卖公司 我觉得你觉得是最后的决局 能打得过那个UberE这些大的公司吗 嗯 我觉得我们现有 现在的话 还是把我们的重心和注意力都希望 还是在LeashMark里边做的更深 更透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跟Uber 其实Uber加价打折 我们在北美这款的话 之前 就是我们之前一贯的事实 我们的餐我们平台的价格 需要跟餐厅的价格是比齐的 大家都可能知道说外卖可能是要更贵一些的 因为是这个行业行业的正常的一个属性吗 然后我们是更希望是第一在价格上去做到有优势 第二的话就是在品类上 就是我们可能我们有一些餐厅是指在我们平台上有的一些独家 一些或一些亚洲餐的品类 或者中餐厅的一些品类是指在我们上有独家 而且第二第三个的话你像UberEast 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菜单体系 其实做的是没有那么Asian friendly的 就是亚洲人或者华人其实没有那么友好 它全是它的英文的描述的方式和那个 其实都不是很利于大家去点餐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优势 其实就是更贴近中国的一些文化 然后我们知道有华人用户爱吃什么 然后我们有更多的独家的餐厅 然后我们希望是提供更好的服务 那同时我们希望大家也可以享受到一些服务 好的服务的同时 然后能够比别的平台的价格可能会更优异一些 这是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的核心的优势 然后所以我们不会说立马要跟他正面去竞争 说我们整个的主流市场 因为我们整个的品类像现在来说 还是在亚洲和中餐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们进到任何一个城市 包括在英国的话 我们也是先从中餐厅华人去入手 然后再逐步去拖 因为我们其实最后还是拿品类去打 有一些我们如果餐厅卧板是没有的 那我们在这有 那我们就是一些独家的一些优势 而且我们的扣货活动 其实形式的话 对华人来说是更友好 我们也推出会员在北美节目 应该英国的话过段时间也会上 就是我们也有会员 也有会员体系 然后所以这些的话其实都都是 而在整体的服务体验上 我们就是没有太大差的 而且可能会更好 还有另外一种模式是那种 像一箱团购做这种模式 他就指定 什么团购 一箱团购 就指定一个社区里面有一个地方 有个餐馆 他送餐就送到那里去 然后附近的人团购了 就到那里去拿 去取 这种场景的话 我们在这边也有做 我们APP上面也有那个叫团送 团送的模式 就是因为这边海外的话 是有一些比如商区是在这 但住户是在很远的区 但他想吃的餐厅 其实相对于餐厅是比较集中的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团送的模式 早就有了两三年了 所以这个团送模式也就是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 比如45分钟内给你送到 因为它很远 所以我们会采取 比如说集中一个时间段 在这里边 如果这边的人愿意去送餐 那我们可能有几个位置 那你点完之后 我们会集中在某一个时间点里 给你们送到哪 然后你们直接来取餐 但我们其实团送很多 有两种模式 一个是说像你说的 maybe就是一个location 让大家来取 但是我们的团送 是到了一块的话 是可以送到家的 就是直接 但是我可能是会远 就是会时间会长 因为我需要等到 一批一批一次性送过去 当我给你送到家 好像这种模式 这个没有什么坏的口碑 因为大家的预期都是这样 就是我知道会等很久 对就是管理好大家预期嘛 所以其实前面在 每一个模式都有它的需求 就是供需在哪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预期 很多包括中远距离 我们也在开发一种 那个就这个也是说 你可以愿意花多一点 等待的时间 那你去换取更便宜的一个运费 那对于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也要考虑我们的成本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能在cover成本的情况下 给你提供这样的服务 就是OK的 嗯 所以你们你们有做这个吗 现在 有有有 在英国应该还没有 因为英国的话 我们现在先还是想把 Chinatown就那一块做好 然后我们这周18号 就会开那个Liverpool 嗯 就是东东面一点的区 这样的话我们会远一点 我们其实现在 因为大部分平台都是 三mile免运吗 外卖饭团的话 我们现在做的是五mile免运 OK 嗯 我们的距离是更大的 就是做免运这一块 OK 你怎么看到团购市场 团购市场 团购市场 团购的话 其实我们 我们其实团购业务也在做 我们在 我们在美国 温哥华 就是大的城市 我们都在做团购 然后甚至我们现在 就是像我们三番和AOA 开启了一个什么样 团购的模式呢 就是因为有些东西 AOA有货 三番没有 就是比如说新鲜的 新鲜的就是 比如国内特别好吃的那种 离或者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在 超市里边是买不到的 就是那些东西 或者说我们非常新鲜的 然后可能直彩 然后那些 我们是我们开展的一个模式 是AOA和三番 当日的直达 就是我们开过去 就是你团 我从AOA有些货 他的货可能 就AOA的一些水果货 或者一些新鲜的东西 是直接从AOA给你运到三番 然后三番有些东西 也可以到AOA 我们成的跨区团送 然后这是一种 生鲜的那个团送 因为我觉得在北美这边的话 有一些华人的嘴 其实还是比较刁的 就是有一些 就是可能你在吸引的餐厅 是买不到的 那第二的话 有些东西呢 我们其实能够拿到的 一手货员 然后呢我们又可以把价格 其实比你在超市里边买的 又便宜还新鲜 或者说我们差不多 但是呢我还能给你送到家 而且还是非常新鲜的 就是这种模式 所以就是我们 但你说这样的话 你听起来你是不是也愿意 我还不用动 然后还比超市便宜 而且更新鲜 一大箱过来 就是嗯 你像加拿大这边 温哥华有非常 就在五月份到六月份 有斑点虾 然后我们直接斑点虾 是这边特色吧 就非常只有非常短暂 只有这三个礼拜 就是有这种虾 从海里边直接捞起来 我们是直接直达 上午 上午直接捞起来 直接下午 你预定就下午就给你送 直接送到价 然后我们价格还便宜 所以这样这种模式的话 就是团购啊 这些方式 我觉得就是要看大家需求 而且实令的 然后你一定要 就是你要能把这块做成 一定是说用户的需求 是不是能满足 如果他在你这买 和去别的地方 你能你没有优势的话 那你这块肯定做不起来 还有一个像这种团购的话 就是我们像东部 就是多多东部的话 它是有几个小区 就小城市挨在一起 它形成一个小区 但它跟多多呢 也挨着 但离的没有那么远 但是呢 它的餐厅啊 和一些物资 相当于比较匮乏 所以呢 会变成就是 组团跨区 从比如多多的东西 给送到那些欧文 几个小区里边 然后这样的方式 大家是愿意的 因为我真的买不到 或者说你这个又新鲜 还便宜 我还不用动 嗯 你想其实别的平台 现在新鲜啊 那些业务都是在做嘛 然后我们华人 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就是很多华人都有 微信群 团购的话 其实有些时候 就是一个社群的概念 就是你从社群里边去传播 其实非常好 我们甚至还有团长 嗯 但是我说那种就是 只是线上买 它不送 到线下消费 那你说的是我们点评的模式啊 对对对对 我们之前点评 我们点评就是这样的模式啊 这个业务大吗 我们现在这样 我们现在业务点评的 做了四个城市 温哥华多恩多 LA和纽约 嗯 嗯 但是对 但是这个的话 因为是到店嘛 所以其实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还是在外卖上面 发力发的比较多一点 点评这一块的话 我们还是focus一些餐饮 因为疫情 你其实其他的车玩乐 也不是那么好发展 但是团购这一块 还有很多餐厅 就是都是会有用户去用的 这问一个轻松的问题 外卖员那个 普通一个外卖员收入 那个多少 这个 这个我们广告都有吧 就是一天多少 一天能够保证收入在多少 其实都差不多 每个平台都差不多 嗯 那那我查一下你广告 每个平台都差不多 嗯 这这群那个 这群轮的那个是 一般是有什么特征的 是就是兼职做吗 还是大学生 还是还是没找到工作 美国国家不一样 美国国家不一样 比如说加拿大的话 学生是可以可以打工的 所以我们有学生有移民 因为这边其实不是那么多华人 能够在这边找到工作 所以其实很多华人移民的话 也比较愿意来跑外卖 因为他们时间相对比较自由 然后可以就是处理一些家里事情 那没有事的时候 就可以出来跑跑外卖 嗯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你像但美国的话 就是有些他 你必须要有工签才可以 所以美国的话 我们是没有学生的 就是这是每个国家的签证 会决定的他 你像在英国的话 我们很多大部分世界都是老外 就每个国情决定了他能不能否工作 报名 哦 OK 嗯 嗯 大部分 你就说伦敦那些外卖员 是老外比较多是吗 是的 哦 OK 这边很神奇 但就是这边老外 都是老外 老外 OK OK 你像美国的话 就是有很多 哦 spanish啊 就是或者墨 墨西哥人啊 什么的 就是肯定是跟这个国 国家他的那些 劳工组成 组成和他们 有的都不一样的 嗯 嗯 我们也是去一个地方 也要调研 然后也要根据 那个国家的一些情况 去做一些策略的一些调整 嗯 嗯 我好奇那个刚开始的时候 嗯 你们创办人 就做这种业务 需要什么资格证吗 政府有什么license吗 嗯 北美这边注册公司相对来说 还是不是很难的 嗯 就是就是注册一个公司 就可以做这种外卖业务了 是的 OK 嗯 但能不能做起来就凭本事 因为你需要 软件发发 其实这些投入很大的 而且就是你 嗯 需要弄餐厅养人 对吧 去送餐吃这些 就是 对 就这个 这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rendi去创业真的不容易 就非常 就都得以全部情理情为一开始就个人创业你算其实就是我们合伙人三个嘛 创始人还有两个联系co-founder 然后他们其实我们有一个co-founder是亚马逊亚马逊的技术员从西亚头然后就是赶召到了这股创业的激情 然后死掉了工作来到了温哥华然后创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公司都能有非常年轻然后又敢作敢为的那种氛围 那大家就是想把这个业务去做好就是这是感觉在公司里边大家的一个企业文化吧 然后你给最开始的话其实真的就一两个人我们到现在员工号前几位了现在都还在公司 你想八年了就是还在公司就是从跟着公司从头到尾一直走过来的 嗯 我听他们自己就是贴床贴那个去学校贴那个flyer啊然后告诉他有外卖啊然后去补习班啊就是留学生补习班去告诉他们哎呀我们有外卖你们可以可以用 然后大家用的时候哎呀很好用然后一传口碑传传传传开然后慢慢就做起来 嗯 那刚开始的时候怎么说服商家 如果商家自己我卖生意我还得给你佣金 持之以恒持之以恒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慢慢的其实大家也会意识到虽然我就是我其实我我给平台付出的和我能够从平台获得的一定是成就是我的roi投入产出比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就是花一点钱其实可以跳动更大的流量池更多的人会知道我更多的流量能从这些平台能吸到我自己里边其实就是生意这个事情其实只要上的都可能是挣钱的嘛才一定能从我们那得到东西我们也能一个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东西 这是平台那个有流量之后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流量你怎么收服那个商家呢 那也也正常你想商家他自己也可能自己之前的话可能也没有那如果他想去送外送的话他得自己接单吧他得自己去送吧 那有一个人我是不是我要人送我是不是也要请这个人也要花这个成本 但是你有一个人又可以帮你去做推广然后呢还能帮你去送那你其实是搭着这个人去给你宣传的那些然后还帮还把你本来要弄的人力其实是让他给你提供这个服务嘛 其实是一样的你自己也要做你可能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而且那个你得到的回报可能也没那么多你的量可能like say我可能我的精力就只能做五单 但当你把这个的投入你给去送的这个人这些投入可能给到另外一个很专业的人或者能够愿意帮你整体去解决这些的人你可能一下会带来五十单那你觉得这事情做还是不做 嗯嗯 但我觉得是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小小的餐馆大的餐馆的话如果他里面很大的话他完全可以自己养一个那个外卖员 我觉得其实餐厅不一定是要说大不大而是其实我们最开始我之前跟你说过其实我们最开始是food call 但这个我们当时起家的food call是一个非常出名的food call 这里边他你要说food call有多大那个负货其实也挺大然后但每一个餐厅有多大不大他就是一个铺子对吧 但是呢他每一家餐厅都非常有名大家就是愿意吃 所以我们其实找的很准就是找的就是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可以但他们又没有那么多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嗯对吧 对我还有个疑问就是说 好的成果的话 嗯 其他服务的 到店到店的客户的话 已经 如果他生意好的话 他可能都 忙不过来 嗯他可能就没有时间做这个送那个外卖的东西 嗯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是有这些的如果餐厅实在出不来餐的话我们会把餐厅就是暂时不要让他接单因为接了也送不过来嘛 然后但我们曾经就是为了让我们用户在在过年呢圣诞节或者高峰期吃到餐我们甚至我们自己员工还帮 帮一些餐厅帮餐厅去打包帮他去做工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一做活动报单然后餐厅做不过来然后我们自己人就会去帮他忙就是我们跟餐厅很多的关系还真的不是就是生意的关系会变成就是好像大家在一起把这儿做好我在帮你就并不是说你就上来就完了我们真的还不是这样所以很多餐厅就跟我们关系的很多年很多年 嗯我们真的自己员工还去帮他帮他掌勺炒个菜帮他打包然后去给他然后再送然后我们去做外卖这个行业你想特别是华人我们我来了这我们过年的时候都没放假的因为过年的时候是司机最缺的时候然后我们自己员工都要去帮送餐 然后很多对就是就是这样所以很多其实像你看欧宝尔或者那些他们在节假日的大部分你就让你去自体但是我们就是都尽量就是都都开着我们是在你节假日都能开然后你还能点到的餐厅然后有些时候你知道遇到那种我们这边下雪下大雪的时候哇东部那些就是真的没有办法然后你可能但是 但是你你说我们送餐员送不出去但是你用户也确实在那个时候又抢需求我也不会做我这个那个时候但那个确实没有办法就是有些时候堵的那个雪路鸡的就是我们就是会跟用户说可能会慢但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只也会感到我觉得这人跟人之间的吧用户其实在这个时候也会说慢慢来没关系就是确实是这样子的你想我们我记得有些时候我们看备注啊有些人就很客气说 一下大下雨啊或者什么都没关系啊就是OK的你们慢慢来就是你注意因为我们有些时候送餐员为了赶那个时间大家真的都很敬业就是不愿意吃不愿意玩就是怕用户什么的但就是就有些好多司机那个罚单就是都累成落了 但所以你要说有些口碑我觉得还是双向一些理解所以有些时候像我做品牌上营销有些时候也是想在嗯social media有些时候还是建立一些双向的一些彼此一些理解理解和信任因为你偶尔会有那些就是可能任何都会有那你任何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吗 可能在这个时间点确实而且也有一些是误会有些确实没必要你说我都放得很好那一个鸡刹车后撞了撒叉了那你觉得送餐员能能开心吗他也不愿意但就对就是双向彼此的一个理解吧我觉得 最后一个问题达西 达西你要问吗 我觉得随便问一下你刚才说我在开始对呃就是说你刚才说忙的时候你那些送餐员可以去帮你什么打包什么样东西那些只有就是只有可能就是中国的送餐员才会做这件事情 不是送餐员是我们我们员工饭断的员工会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送餐员我们目前只是在北美的话是华人为主然后英国的话呃英国伦敦的话是老外为主嘛老外肯定不会给你 老外肯定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我我说的就是我们在北美这边就是这些历史确实真实的这些故事 然后我们其实对送餐员我们夏天的时候会定点给送餐员比如有一天去年的时候温哥华这边特别热 就是有一天高温40度那一周我们那周的话就是尽量就是我们给每个送餐员提供奶茶就到点去取然后就特别怕那么重处 然后而且有些其实餐厅老板也很好他看着司机来他会说哎你你没有吃饭我给你一点吃的给你喝的呀水就是有些很多你去就是送餐餐厅和和送餐员之间一些小故事 然后送餐员跟一些用户之间小故事其实都挺感人的因为我们会收就知道很多嘛就发现哎真的还挺挺感人的挺有意思的嗯 我们之前遇到有一个就是下途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一个送餐员就是每次点餐就是收到连续连续一个月吧都收到一个餐交送到一个医院 然后就是他送上了我就发现他就是一个一个老人就是没法动然后然后可能家里也人也忙所以就跟他们点跟他点餐点个粥啥的然后后来就是一周一个月然后他每天就后来他就跟那个我们送餐派单的员说能不能这个就指定派给他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突然就再没有收到这个人点餐了就当时我们还觉得挺就是 这就发现我没有点了就整个心就咯噔了一下就那种就我听到有些很多哦故事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就是华人上这种我们的外卖员他是有一个呃家的那种感感觉就大家其实有微信群啊大家会去聊然后每天哎我今天跑了什么我今天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然后有什么样的就是真的还还挺有意思的 嗯那你这些这些品牌故事要把它写出来啊我觉得对对我们其实搜索我们的官方号其实有些时候也会有而且我们的留言经常还是反正对 真的是但有些时候最后用户会就看到你知道负面的传播力一定比真面的传播力会更大吗所以这个但是是每个平台和每个品牌和每个平台都会遇到的事情我们就积极的处理尽量就是让用户不断的去感受到说我们真的是在怎么做的就是犯错了也没关系我们怎么去改的这也是我们就是没有没有人不犯错的吗 就算是犯了错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改嗯有些时候确实可能跟平台也没有关系他送你你说就是比如说餐厅我拿少了餐我炒错了菜然后我餐厅可能有什么问题但用户都觉得不管我就是在你那点的就没有这没有办法就任何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他都都最后可能我们就是都会承担嗯 就尽量去那个行谢谢大家我看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与股那个说我本来想下载的实际上这两天我们app store因为我们上新了一个新的版本然后app store那边就是iOS那边出现的问题然后就是他们内部出现的系统的一个bug然后导致我们就现在在iOS搜不到我们但是我们正常的下载链接是有的我发到那个留言处然后呢 我也给大家就是今天跑团的朋友就是准备了一个码然后大家可以用这个专属的码然后去那个稍等一下我我登录一下我把那个东西发一下太客气了也是希望因为我们刚刚打市场也是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到我们翻头外卖然后也更更多的人能用然后如果有什么意见啊或者建议啊 大家都可以反馈给到我们这边都可以反馈给到我们这边 然后我给大家等一下啊马上马上 不好意思马上我有一个会可能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等一下我把这个给到大家 大家都开摄像头吧 我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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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直播啊拜拜 这是我们的下载的链接可以通过这个下载 然后那个coupon的那个code是cukwrong就是咱们的那个名字 这个coupon呢是 呃20-5大家可以去 呃用就是减5块钱免一个人可以用两次 等一下发到了 然后谢谢大家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 很开心跟大家有这一次分享 然后我我还有会紧急要走了 拜拜谢谢大家 下次来人跟见面啊 好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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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